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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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完更新的News 英超 歐聯 然後當然西甲專家在這裡 當然講西甲 我是偶爾做西甲的 以往做得多 這兩年都是偶爾做的 這裏給我印象最深刻的 不是大家很熟悉的幾代 是卡迪斯 知道是守的 知道他希望防守好 等機會進攻 前面有個離駕道 經驗十分豐富 現在三十幾歲的前鋒 但是給我感覺 如果你看卡迪斯踢球 有兩樣東西 你要好精神 喝好幾杯咖啡 即是你說西甲 他是以防守為主 是不多 但是都有見過 因為他那些球的質素打法 他是要這樣打 他不可以和他進攻的 但是他打到怎樣呢 鷹冠 鷹甲 那些全部穩守 如果有球 如果找不到 扔球去前面 沒有人都不要緊 扔去前面 再守 因為離駕道有時候 離駕道有時候 離駕道 跑得更年輕 那個人又不好 他跑 離駕道有時候 離駕道沒有球 所以基本上離駕道也沒有球 後面又是這樣 然後帶大腳 又再防守 所以西甲來講 卡迪斯要喝多幾杯咖啡 要看入球的球迷 可能要給點耐性 這個是我金格 其中一隊印象很深刻 比我想像中 這麼不西甲的西甲球隊出現了 Vicky知道 或者看什麼體牌 還有入球小也是其中一個選擇 這隊卡迪斯和那隊阿拉維斯 沒有前鋒的 入球小的一場球絕對是最好的選擇 你看到他們 不計什麼對手 你看到這兩隊球 能夠在那場聯賽進入球 你很幸運 有一場球真的 有時候足球就有這些東西 我們是完全不懂得入球的 但是他可以那場球 憑著一個死球 他主場的馬迪斯看好一比零 那場球的眼鏡就碎了 但是這些現象 不會發揮很多次 我告訴你 還要是一個中堅入球 這樣一比零就贏了馬迪斯看好 所以你說馬迪斯看好幾頑 還有我想問問Vicky 做得多些 華倫西亞呢 我季初做一兩場打得很好 我跟你一場 對黃馬還是對巴塞 華倫西亞打得很好 接著我近期做兩場 又跌得很厲害 有什麼原因呢 華倫西亞一般的 又跌了 整隊球 我自己的分析 就是華倫西亞 上一屆華倫西亞 就不能再頑皮一點 對不對 就是頑皮到沒有人相信 今年波達拿斯來到 就開得好 開季 你看到他開 之前那幾場球 還沒輸過球 你會覺得華倫西亞 今年成功 但其實不是說真的成功 為什麼呢 他都不是買了很多球員 所以其實是好的意思 就是英贏那些賽事 他贏了 你便覺得 哇 今年其實跟上一屆 當然 你跟上一屆比較 上一屆蟻 你沒有人相信 所以是好事來的 因為第一就是 現在開一個球場 有球迷在馬斯塔球場 對華倫西亞 一向他打轉場是好一點的 是吧 我覺得他們 今年的成績 一定會比去年 就要看老闆的誠意 但老闆經常都好像 不是很想買人 這件事就不知為什麼 很多在這一方面的情況 但華倫西亞的人 絕對不是差 還有 最後給一隊 不一定是強隊 有沒有什麼 你覺得 比你想像中 今屆可以值得留意 隨時是比想像中 會有更加好的表現 不如這樣 我自己覺得巴斯克地方 那些球隊 會保持的 跟上一屆的水準是差不多 你看奧薩薩娜 雖然今年的主場的成績 不是贏很多場 但是作客贏很多場 其實現在的分數已經很高 那你不要說黃蘇和 壁爆 這兩隊 就是有這樣的實力 可以作客贏你 兩主持人贏你 所以巴斯克地區 我自己覺得 可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他們 你不用擔心 他們一定會有一個穩定的水準 近年他們巴斯克地區的球隊 對於西伯拉特國王杯都有好的表現 今屆應該都會繼續 都會有一個讚 是有一個讚 那西伯威爾還未爆發出來 是吧 因為對格拉拉特那一場球 其實格拉拉特 大家都知道他的教練 羅伯摩蘭奴 今年都算是有些名氣 因為曾經他教過 就是西伯拉特國家隊 和都做過安力基座教 和國家隊做過的座教 今年馬天尼斯走了 叫他回來 有些名氣 但頭六場球還未贏過 其實如果他輸了 對西伯威爾那場球 你說會不會炒 我也不敢說 因為你知道西伯那些是 怎麼說 是沒有什麼容忍的 好在那一場 因為那一場是打比戰 他打得很好 就是西伯威爾打得不好 因為那場球是我說的 令到他們小勝 就救了羅伯摩蘭奴的命 看看會不會打下去 就好些了 貝迪斯就沒有了 貝迪斯也是一樣 贏幾場 然後就會輸 我用這個圖案 我經常都用這個 講貝迪斯的專欄 我經常的收獲是不錯的 就是捉到他 捉到他 贏兩場就輸回一場 他不會連役贏三場 這不是教練的問題 這對球是這樣的 攤路的問題 不知為什麼 是這樣的 這對球 所以剛剛我先講完 貝迪斯的輸球 他真的輸給你看 我找回不知他輸給哪一隊 總之我不管對手是誰 他贏了兩場就輸 第三場就輸 莫利回答 西甲也差不多了 不如趁Ricky在這裏 蘭德在這裏 說完最後 說少少廣超 你可以說少少形勢 或者說你今屆 對南區的看法 或者展望 說少少 至少最後總結 說少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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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說不到 你身分就好些 特殊些 我想今年 沒有來結束 都會繼續是一隊 雷頭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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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風我是看好的 因為 我純粹看他們的人腳 其實他們真的不差 加上 他今年的外門 可能都挺對版的 買來的外門 因為可能羅浦道 都是自己去挑選 他基本上有那個班底 其實就真的不錯 李文就今年他們的要求是高了 要求的意思 要兼顧亞洲賽 是的 看看亞洲賽去到哪裏 但是 聽他們 他們真的想去挑選聯賽冠軍 這三隊是突出一些 另外 看上去 第一場球U23有少許驚喜 和球 第二場球 我開始犯錯多了 輸給東方7比0 是吧 是 U23 是吧 我都是跟你說 經常都說 這些年輕球隊要很小心 就是 是好的 給個機會 這些年輕球員 但是 太年輕的 你要的準備要很足夠 如果你準備不足夠 就會出現這些情況出來 因為我們見過這麼多年 如果準備好足夠的 可能都是輸一兩球 是 就是輸兩球 不會說 是 會出現這些 突然間就和球 又輸這麼多球 是吧 希望他們 不要經過那場球 輸這麼多球 就突然間跌了 但是要準備好些 我也是那句 準備好些 就是很多方便去準備 而且如果年輕這班 不是看短時間 這兩場 甚至乎不是一季 是接下來這兩三年 就是你不要贏 譬如和一場 又覺得自己行 或者輸大敗 又覺得什麼 又不需要 不需要 看遠一點 最重要就是 自己在每一個方面 都是用一個進步的想法 每一天我都要進步 每一天我一定要挑戰自己 去達到一個水準 那進鋒看來 今年就應該會好些 就是多了外援 現在有三個 應該有幾個就來 那你純粹是 是邏輯上 應該有多幾個外援 就會好些 可能實力好些 那流浪就 有很多老將 是吧 有很多借將 借到回來 那我自己覺得這對波 就是不可以特別看小的 就是不可以跟以前的流浪去比較 因為你畢竟有阿坤兒 林家衛 現在借了賀銘 那有很多 之前有 就是沒有什麼機會 落班的那些球員 來了流浪 其實這些全部都會踢的 是吧 所以這對波 你稍微發揮得不好 對著他們 他有機會搶你分 那 港會 暫時沒有贏過波 連輸幾場 那 預料之中 那 那 緊敗 有些是緊敗 有些輸很多 那些輸2比1 那 那 整體都是這樣 那 我們南區就是 長長波計 長波計的意思就是 我們對一些 和我們級數這樣的球隊 我們想贏他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目標 對著強隊 就希望有一個競爭 那我們不擺那個戰果 在第一 因為 不實際 老實說 譬如我們今年 我們對過一場 對傑志 上半場打得不錯 我自己覺得 那下半場你說 什麼都跌了 那 我們要找個原因 是吧 希望可以下一場做好些 這方面 那不錯 亦都說 今天都很豐富 是 update的news 英超、歐聯、西甲 港超都說了 那今天差不多了 那都和大家聊完波計 下次 希望很快 能夠和Vicky一起和大家 聊一下波計 什麼都說一下 下次見 拜拜